我就是武汉人 虽然生熟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相对还是标准 更平静了一些 然后觉得好好享受当下 好好享受生活 因为我们很体面地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它让我们很体面地离开全组的人 然后大家也都在喊三哥 嗨 各位BGN的玩家们大家好 我是朱一龙 今天非常高兴能通过Bilibili新访问 跟大家见面 Bilibili干杯 人生大事中一半是三哥这个角色 请用三个词来形容下三哥 正义 善良 治老虎 在电影中三哥也是被地道的武汉人 最推荐的三种武汉美食是什么 热干面 热干面 这是一部你拍过最神的戏 就是热的戏 这是你扮演过最神的角色 有烟火气的角色 如果给三哥一个超能力的消失 起死回生 电影上映最想在哪个行业发展 三哥跳舞吧 就够了你别跳了 听说监制跟导演选择拍摄 就是从北到南看了很多地区 然后第一次到我看就觉得 武汉是最有烟火气的 最初会不会觉得你的形象不一帅气 不够所谓的烟火气 第一次跟导演见面 导演可能没说 但是隐隐能感觉到好像是吧 这次剃了蹭头 换上大背心 然后除了装造的架势外 你觉得三哥是个最爱的人呢 是个武汉人 就是因为我们讲在武汉发生的事情了 三哥也是一个非常地道 然后一个普通的武汉人 拿到这个角色后 有什么特别的准备 或者是提前学习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武汉的 除了跟冰藏师提前聊一下之外 然后再就是尽量回忆吧 然后提取一些生活经历 你跟中说冰藏师是众星星的人 演完这部电影后 你对这个角色没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冰藏师一直以来吧 都不是很了解 然后小时候也比较避讳 你走过那些冰藏店的时候 都会比较害怕 然后也是通过这个戏 通过对于冰藏师的了解之后 你觉得他们 因为我们很体面地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他让我们很体面地离开 所以我更添了一份敬意吧 我非常后面主题曲后 有B站的网友说 这个一手告诉我们怎么面对死亡 一手告诉我们是如何继续生活 在影片中看惯死亡三哥是怎么面对死亡 然后怎么继续生活 因为三哥在里面 其实他也是一直在成长 因为三哥他们家 这是祖传的手艺 然后三哥刚开始 因为他从小就见惯了生死吧 他也把他就只是 不连当成一个工作 当成一个去谋生的一个工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遇到小文 然后包括自己父亲的历史 他慢慢对死亡有了一些 新的认识 包括对这个职业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老爷子最后一天呢 总人帮忙两忙 所以到电影后面的时候 才更保持敬畏 然后更专注 透过病葬看人生百态 据说演完人生大事之后 你的心态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在这个创作的演艺过程中 当时的形态 还有就是现在的形态 有什么区别吗 更平静了一些吧 然后觉得好好享受当下 好好享受生活 更开阔一些 人生属死无大事 假设生命只剩下一天 你会怎么做过呢 因为问题太残了 我也不知道就过呗 就平常该怎么过怎么过呗 那你跟恩佑在拍摄时 是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吗 就是三哥的相处模式 三哥和小文的相处模式 这好玩啊 我丢不人家 我丢不人家 听韩元老师说 在你剃头之后 他就没有再教过你终月龙 然后就一直教你三哥 而且因为你对武汉特别熟悉嘛 就是给这个角色加什么细节 能说一下就加了哪些细节 然后加在哪里 其实不光是监制韩元导演 当时进组之后全组的人 然后大家也都在喊三哥 其实帮我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然后更松弛 然后更容易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 那整部戏大家说的都是武汉话 你有交其他的人去说吗 因为有些 颜文老师他可能不是武汉当地的 然后我又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我是湖北的 湖北武汉的 帮助大家有时候纠正一下口音 就是你方言的老师之类的 就是你是那个说的最标准吗 我就是武汉人呀 算生疏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相对还是标准 因为武汉口音其实也很多元化 其实它也不会有一定的一个衡量标准 就是老汉口算是 老汉口的武汉话算是 其实它还有武昌 然后还有青山 对它有很多 就是武汉三镇 它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好哭 人的一生也许就像武汉江湾上燃起的火焰吧 放在天地间 不过渺小如浮游 转瞬即逝 可却绚烂的倒映过美人的眼眸 最终化成天上的星星 对 确实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三哥把劳猛的骨灰放在了烟花里面 然后把它绽放了 我觉得人生虽然很短暂吧 转瞬即逝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绚烂嘛 这个安威真的看哭了 这一年真的很难过 从小照顾我的外婆去世了 没见最后一面 毕业了 室友很难再见到了 没考上年 工作也没找到 现在就很迷茫 很痛苦 因为我觉得人生都会不断地面对离别 然后就何不就像戏里的小儿一样 就是相信离开我们的人 变成天上的星星 然后一直在看着我们 历史多之后 天上的星星 就会掉到你的梦里头去 变成你外婆 陪你聊天 真的吗 真的呀 历史也很 就一定会经历迷茫 然后经历痛苦 我就积极面对生活吧 他们在看着我们 他们也会祝福我们 然后希望我们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人生处死无大事 真的珍惜眼前人 珍惜当下 是最有意义的事 对 我觉得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请问我们安理一下这个电影吗 我觉得 人生大事这部电影 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温暖到你 慰藉你的心灵 然后同时是 会温暖到你吧